第238集 狗狮的无聊六 我狠狠骂了一句 颇有点束手无策 压得跟缩头乌龟一样 不到日子不冒头 我也是来了脾气 咬着后槽牙朝水盆扔了好几张雷符 还是没有半点反应 张欣和完颜平见我折腾了只冒汗 没一个劝我的 还一个劲问呢 滚用了吗 哥们本来就是急躁 加上他俩一个劲的催问 我都快急眼了 奈何无聊六 就是没有半点动静 我知道不到日子 你家是不会出现了 朝着完颜平就喊 毛山妹子呢 咋还没来 说曹操 曹操就到 我刚喊出这句话 有人敲门 张欣开门就见毛山妹子 背着个包 站在门外 对我醒了 高兴的说 浪总 你醒了 废话 不行了 我能站在地上吗 我烦躁的上去把门关紧 拽过毛山妹子 法器都带了吗 带了 到底是什么事啊 你醒来是件好事 咋还让张欣那么着急的 给我打电话呢 哎 还有 带上法器干什么 又出什么事情了 浪总 我没时间跟他再把事情前后讲一遍 沉声道 小哥去救我 现在一个不阴不阳的地方了 我刚醒过来 身体虚弱 有些事情啊 只能拜托你了 之所以叫毛山妹子 是因为哥们还留了一手 我不确定能不能圈到五老六 如果不能 就只能是告音状啊 所谓告音状 也称为放告 烧网告 通常是一般百姓 在有理无处说 有冤 无处诉的时候 求助于明界的神明 包括那个 陈皇爷 冬月大帝 地藏王菩萨 和阎王爷的方法 在传统汉人的社会里 告音状有两种做法 第一种 是公开的 在民众面前放告 第二种呢 就是私下的放告 告音状有很多种形式 有活人告活人的 活人告鬼的 鬼告活人的 鬼告鬼的 其中最有名的算是 韩信 告音状的传说 典型的 鬼告活人呢 传说 韩信被杀后 怒气冲冲 在阎王爷面前 告了刘邦 和吕后 萧和的阴谋 阎王 判决让 韩信 转世 投胎成了曹操 让刘邦 成了汉县帝 让吕后 扔作皇后 最后被曹操 勒死在宫中了 传说只是传说 但以由此可见 告音状 是由来已久 现代虽然少了 但是也没绝迹啊 我成了星期五 有鬼的主持人之后 很多观众来信 提供线索 其中有一封信 说就是告音状 有家人不孝人啊 不赡养老父亲 逆代老父亲亲生不如 老人伤心之下 干脆烧黄纸 告了音状 结果老人死后 这家的日子 快速的衰落下去 不是病就是残 总之是很凄惨 我们当然不会闹 那么大的扯 也不会去见阎王老子 办法很简单 拦截鬼差告音状 在刚死人的地方 布置下扶阵 暂时拦截主勾魂的鬼差 将海洋天堂 和李玲被困的事情 写在荒纸上 在鬼差面前烧掉 让鬼差带给五老六 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这种事情 本来应该是哥们去干 可我还浑浑时间太短了呀 不光是身上虚弱 神魂也不稳 锁魂牌又留给李玲了 就只能是求助毛神妹子 毛神妹子听我说完 沉默的点点头 其实告音状 不是那么好告的 拦截鬼差 等于妨碍地府办公 遇见个讲理的呢 还好 遇见个不讲理的 锁链锁住身魂 直接带到地府 告你个妨碍勾魂 那就太操蛋了 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 李玲和蔡一汉 待在那种地方 能坚持多久 不敢耽搁呀 只能是出此下策了 接下来就是给班晓芹打电话 问他最近 哪有死人的 班晓芹告诉我 有两家今天死亡的 是停在殡仪馆了 我和茅山妹子不敢耽搁 急忙准备指钦 黄服 准备妥当 又让罗月戴着眼镜胸 来医院守着李玲 等到所有事情办妥了 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半了 我让罗月冒充我躺在床上 让眼镜男照顾李玲 然后和茅山妹子 完颜平坐上张心的车 直奔殡仪馆 殡仪馆都坏成我家了 看门大爷都懒得拦我 但我却得麻烦他 让两盒好烟 打钉了一下 殡仪馆内现在停放着 二十多具尸体 都还没火化 今天就送了两具 一具是正常死亡 一具是出了事故 殡仪馆停了这么多尸体 我有点放心了 估摸着今天晚上 肯定有鬼差来勾魂 但也不敢大意 进了门直奔着骨灰堂 检查了一片准备的 纸钱黄服 将阴眼开了 我沉声道 小哥哥我受过 便宜馆后面的小树林 水烟路 咱不到那边拦截鬼差 此时凶险多多 不管遇到什么 都被大惊小怪的 我说的郑重其事 大家呢也都点头 我看了看时间 差不多深夜了 深吸的口气 带几个人翻墙出去 来到小树林 我仔细找到 阴气最旺的地方 按照天地人三才的位置 让完颜平和张欣 各自带着东西做好 毛山妹子身在中间 拦截鬼差 大家就位之后 按照我教的办法 开始烧纸 我们烧纸烧的 不是普通的纸钱 而是李玲做的冥币 三才位置等于 涵盖了阴阳路 接下来就是 改印鬼差了 哥们现在虚弱 看了阴眼 也不见得能看见鬼差 文文平和张欣 更不用说了 只能是用笨办法 我们三个盘膝打坐 每个人面前 都放着个燃香的顶炉 点燃三只长香 嘴里念叨着咒语 香物缭绕间 我抽出纸钱 朝上一扬 黄纸飞到那三柱箱上面 哄的一声就燃烧起来 在空中燃烧成 灰是飘荡到地上 很快 我们三个面前 就堆积起了不少的纸灰 也没有阴风刮起 开了阴眼的情况下 纸钱燃烧之后 地上撒了一层冥币 这个过程持续了半个小时 鬼差仍是没有踪影 我也不着急 一张张的燃烧 毕竟谁也不知道 鬼差什么时候 那勾魂那路过 打算的就是长期斗争 准备烧人一晚上再说呀 毛山妹子端坐在地上 手中拿着我写好的信 低垂着头 静心的感应 差不多过了有一个小时 在我甩出一张纸钱的时候 平地突然起了一阵微风 这风平地起的一点规律都没有 并不是朝着一个方向旋转 而是四面八方都有 我知道是鬼差勾魂路过了 睁大眼睛去看 却只能看见两个模糊的轮廓 从殡仪馆方向走进了我们的三才阵中 恍惚的 我看见一个头戴白纸帽的鬼差 右手挥舞着手中的招魂帆 左手让铁链拴着个新鬼 飘荡着四处收拢我们烧的铭闭 看见鬼差头上戴着白纸帽 我不由得暗暗叫苦 因为戴白纸帽的鬼差 是白无常谢七爷的手下 我跟范八爷有交情 跟谢七爷可是没有半点交情 生怕搭不上画 毛山妹子显然也感觉到了 站了起来 盯着那鬼差靠近 哥们急忙快速烧纸钱 鬼差却是不收纸钱了 飘荡着带着新鬼 到了毛山妹子跟前 眼见这个女子拦路 鬼差面目突然变得猙獰 惊声道 哪个不知死活的 敢来你家老爷收魂 这嗓子特别尽力 跟那超人波似的 别人或许听不见 但我和毛山妹子 却听得清清楚楚 我还好一些 毛山妹子差点扔掉手中的信 去握我耳朵 毛山妹子 经验还是浅啊 估计是头一次见到鬼差 加上鬼差奉命勾魂 带着地府的威严 身上阴气阴冷的吓人 毛山妹子忍不住打一个人 手呢 都点哆嗦了 哥们这叫一着急 还不敢上前解围 因为我们等于是撒钱 引着鬼差进了三财阵 一旦我和完颜平 和张一新任何一个人动他 三财阵就破了 鬼差瞬间就能带着阴魂远走 直接上了阴阳路 我急忙朝着毛山妹子喊 快把信烧了 毛山妹子急忙去烧信 那鬼差却是恼怒的 灰无起招魂番 要打毛山妹子 这要是被打中了 毛山妹子不死 也得神损受损啊 哥们急忙朝着鬼差 甩出张黄符 逼着鬼差退了一步 我大声喊道 我是不是城隍五老六 拦下上差是有事相求啊 关键时刻 我喊了一嗓子起了作用 鬼差不再动手 朝我看来 尖声道 敢拦截鬼差勾魂 你们好大的勾胆 阎王叫你三更死 谁敢留人到五更 耽误了勾魂时辰 老爷要跟着受惩罚 你们跑不了 鬼差哥们儿见的也不少了 范八爷当初抓骆子骑的时候 十几个十几个带着 但都没有眼前这个鬼差 让我觉得惊悚 其实鬼差也分三六九等 眼前的鬼差不是高大上那种 无非就是个勾魂的使者 但就像他说的那样 职责在身 顿时就不一样起来 勾魂索命是地府的差事 你拦住的等于是 阻挠地府办公啊 所以我怕的并不是鬼差 而是怕坏了地府的规矩 而这个规矩 鬼差说你犯了你就犯了 毕竟把人家拦下了不是 这个麻烦不能招惹上身 我急忙对张欣和完颜平喊 快收纸钱 撑魂的烧啊 喊完 脸上堆着笑对鬼差道 我叫徐浪 师傅是城隍五五老六 跟范八爷多少爷有点交情 蓝下上差呢 是因为有人瞒着地府在收魂 这大事啊 请鬼差老爷把信带给我师傅 也不多耽误你的时间 烧切纸钱当做补偿 完颜平和张欣听到我喊 一打子一打子烧那纸钱 明币一连连地出现在了鬼差面前 求人办事就得有求人办事的样子嘛 那鬼差见了许多明币颇为心痛 这会儿毛山妹子已经把信烧了 那鬼差收了信收了明币对我道 等我叫了差 替你爬不得 还不快快地开阵放我出去 鬼差虽然仍是趾高气昂的 话里意思明显是答应的 哥们心中一喜 急忙刺身让开 那鬼差拿了信和明币 拽着新鬼 忽悠一下子消失不见了 毛山妹子松了口气 打了一哆嗦 问道 浪总 咱们拦了鬼差 不会有麻烦吧 不会 毕竟只是挺挺脚步的功夫 没有耽误勾魂的时辰 何况咱们李也送到了 信应该能够送到五老六那 浪总 接下来干什么呀 等地府来人吗 毛山妹子还是有些惊慧未定 有点没话找话 我沉默了一下 做凉手准备吧 回医院 咱们不能把所有希望都放在地府上 我把王云平和张欣叫过来 四个人凑在一起商量一下 决定趁着天黑回到医院 去寻找李玲说那个阴虚 闹腾到现在也不过是十二点多 还有时间 我回想游荡那些情景 感觉很有可能整个布局在医院的地下 可以从停止场找起 回到医院的路上 我给班小贤打一电话 问他查出点医院的线索没有 班小贤告诉我 人性医院属于三家医院 非常有名情 主治脑科和内科 知名专家有五个 三年前医院改革 院长郑南风承包下来 把整个医院翻新 重新盖的楼房 整个医院现在是自负盈亏 年利润在七八亿以上 最近两年医院却不怎么太平啊 经常会发生一个医疗事故 至今为止已经有十几起了 其他的还在调查当中 班小贤给我的信息基本上是没用 都是些个表面东西 时间太紧 倒也不怪班小贤 医院有鬼是肯定的了 现在要做的呢 就是找出所谓的阴虚 我挂了电话 仔细检查带东西 黄福还有不少 黎玲的金刚厨也在 毛山妹子基本上武装齐全 王延平也随身带身衣 倒是不用耽误时间去取 赵新 开车直奔医院的地下停车场 咱们从那找起 张新答应了一声 开车直奔医院 到了医院门口 我就见到张溜溜傻乎乎的 站在门口 压得没上去 就在门口等着呢 我都没下车 更没跟他废话 让他上车 张溜溜上了车 对我道 哎 浪哥 你醒了 废话不行 能在这儿吗 你现在怎么才来啊 干嘛不进去啊 俺进去了 罗约那小子躺在你的床上呢 说你出去办事了 还让俺别在医院里待着 让我到外面等你们 俺就到门口等你了呀 哎 对了 浪哥 纽扣摄像机我带来了 赵新那老毒子变大方了 给了好几个 张溜溜说着话 把针孔摄像机拿出来 我压根就没打算拍摄 这个时候了 啊 谁还有心心去想工作上的事 把李玲和蔡一汉救出来 那才是正事 不过 别个纽扣摄像机 也不是什么大事 我还是别在了胸口 也给了张鑫 和文银 毛山妹子 每人发了一个 发文纽扣摄像机 张溜溜问声问气的说 浪哥 俺听说你没事了 小哥就出事了 开始是小哥去救你 现在是你去救小哥 你俩玩什么呢 玩你大爷 别废话 待会儿听我命令行事 让你干啥就干啥 知道了不 对于张溜溜 我只能是提前打招呼 你要是不跟他说 压得就能个是当做没事人 就算你死在他跟前 估计都不会出手 这一根筋很是让我头疼 不过 张溜溜能赶来 我多少还是有些惊喜的 毕竟这货力大深沉 还会打拳 关键时刻也能顶上去 一路上我仔细地翻看皇府 静心恢复 很快车就开到了医院 张溜这次开的是个路虎 愣冲冲地往里边开 停车的保安给了张卡 也就放了进去 进去停车场 发起来真是够大呀 现在是晚上 车不算太多 真有点我和蔡一汉 游荡那个地方的模样 停车场并没有阴气森森 我让张溜慢慢开车兜圈子 兜里圈 在最右边的位置 竟然有一个内部的停车场 上面写着医院内部员工使用 而且还有保安值班呢 哎 我就纳闷了 这么大的停车场 只要划出个区域来 足够内部工作人员用的 还用得着单独弄个停车场 并且大晚上呢 还有人在值班 我觉得里边停车场有问题 对张新说 开到那边停车场去 哎 浪总 内部停车场 我没卡不能进去 哎 就是不让进去 才要进哪 待会儿 你把那保安引出来 让张溜溜制服了 直接网了 扔到值班的港亭里 这地方哥们去定了 有什么事情 都是我来承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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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